當然很多病人說吃飯不要說糞便 但其實這些東西才是重要的 反而那些其實是一些徵狀告訴你身體有問題 有多久歷史就代表了多久歷史 探究歷史可以為人類尋找借鏡 探究歷史也可以為我們的健康帶來一點啟示 但我們怎樣可以欣賞我們歷年歷史的歷史呢 這次就鄧醫生和我們一起 歷史駕駛 大便的時候大家都沒什麼事做 通常都會可能打一下機 其實有時候都可以裝一下 有時候完了試了 那我就抹屁股 尤其是有血的 有時候掉到水裡面 你就會覺得是還是不是呢 有時候抹屁股的時候都會看得清楚一點 你都看得很深入 很深入的 其實屁股很重要的 你要看一看 如果是真的一粒粒 好像地糖的珍珠奶茶的珍珠 那這些就是說你其實吃不夠纖維 第二喝不夠水 有腸癌的話 如果是調醬 調醬也有兩種 一的調醬 撈出來的時候 哇很辛苦 哇 屁股很痛 然後出來好像 朱古力上面有一些可可 那就是說吃得夠纖維 但是你喝不夠水 另外一種就是越來越細 細到好像 好像 幽隱 我想粗過幽隱一點 或者可以想一下筷子那麼粗 大家都要小心 有腸癌的話 腫瘤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它會令到裡面的腸的腸壁越來越細 大家都玩過擠忌廉的 如果嘴是越來越細 擠的忌廉就會越來越細 那通常肚有少許脹 嚴重 狀悶狀悶都很正常 最正常的就是 一條出來好像 一條狀 很順暢 很舒服 那一條狀就整條出來了 那這個呢 就是正常了 為什麼會有顏色不同呢 就是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為有血 如果腫瘤越近肛門 流出來 就會變成紅色 在大腸的右邊 接近小腸的位置 就會慢慢變成黑色 所以 柯黑屎 紅色的屎 都不是太正常 說真的一句 真的很難分 但如果有鮮血 噴噴聲那些 通常都是 痔瘡來的 腫瘤流血 任任濕濕 慢慢滲滲滲滲滲滲滲 所以 就算你抹臀 有時都看得到 其實我們剛才所說 形狀 顏色 這些當然很重要 但知道之餘 真的去看醫生 大便只是其中一個病徵 最年輕的腸癌 我見過 是二十歲 也有研究做過 年輕 發病的腸癌的病人 是短命一點的 年輕的 想著不是我 當有時都會覺得 不會是我的 所以真的有鮮血的 或者有不舒服的 順快去看醫生